Hello,大家好,就说一下做一名真君子 经常呢,我们呢,是君子 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小人 所以算是君子里面的小人 就是伪君子 所以你慢慢的你会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你是什么样,你吸引来的人 就是你周围的人基本上 你碰到的人 就是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人与群聚是很正常的 人和人的相应就是这么样的 所以你希望自己身边有大君子 真君子,有闲人 那你本身呢,也要做这样的人 那么其实呢,弟子归是最起码的 千万不要再想说 我只是偶尔怎样 就是,就不要了 因为你无法想象你碰到的这些人 你身边的这些人 或是某一天 你会经历什么 你到时候吃亏的时候 自己毁之不迭 所以倒不如洗心革面 做一个真君子 不要再做伪君子 这是我们一定一定要注意的 时刻的去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 在言行上能够带给更多的人好处 加油 谢谢大家 好